那个环台军演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不比 陪洛西的第一次来的惊悚 但是不是哦 你知道吗 上一次陪洛西来时的军演是民众有感 但这次是专家有感 特别是那些军事内行的专家 都觉得惨了 惨了 惨了 这就是一个武统的预言啊 做给你看啊 但是当台湾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 那天我们把地图调出来给你看 对不对 人家看到山东号航母 来咻的一下 往北边就跑掉了 倒是军演结束之后这么久 美国第七舰队好开心啊 来来啊 高调发了声明 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在16号穿越了台湾海峡 公开了画面 大家有兴趣上网看一下 每一张画面像电影剧照一样 你们拿着望远镜啊 在海上远眺啊 看起来军容壮盛的样子 拜托 已经这么久了 那路透也很有意思 路透当然亲美 但是路客点到了重点 美军称这是例行性通过 时间点在中国最新一波军演 结束的数日后 有没有 数日后 当然美军讲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自由航行啊 等等他们的权力啊 这些都可以理解 就是每一次的口径都是这样 但是对比 这次两岸最紧张的时候 没有看到 但现在紧张已经结束了 突然之间通过 我稍后请这个介大使来平息一下 那另一头我们看到 这个环台军也是8号到10号嘛 对不对 对于这次呢 第七舰队的发表的声明 大陆东部战区 立刻也有回应 说这个美国的米粒24号 通过台湾海峡公开炒作 认为这是一种炒作 然后这个解放军呢 对于美界是全程的跟肩警戒 好 在这两头 一个是我来了 一个是我会跟肩警戒你 但无论如何 环台军演已经结束 我刚刚讲过 这个环台军演 真的让所有懂军事的人 心惊肉跳 有没有什么反制的方法 我们一直在找嘛 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解放 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但是我们的前参谋总长 给了一个法子 他说怎么样对抗航母 怎么办 补给舰 补给舰把它打掉 有没有 好像很简单 补给舰打掉的话 它就没办法 因为补给舰加油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 所以这会是一个好方法吗 今天这个韩兵看到之后 韩兵就呛 谁不知道这个方法 这些打不打得掉 到底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可能打掉大陆的补给舰呢 你怎么看待美气 美国第七舰队高调发布的声明 告诉大家我们来了 这个 以正 以这个 以平复民心 因为那个上一次 尼米兹号 真的走的 真的是 那个时机 会让 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的所有的人 会心都会凉掉 所以他这次回来 他一定要比较高调一点 虽然这已经变成美国 例行性了 每个月有一艘美国军舰经过台海 那这个最近两年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四月份吧 应该是第一艘经过台海的一个军舰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特别高调 因为就是要告诉他 我回来了 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没事了 我赶回来了 就这个意思 他是真的是在暗示大家 就是说万一台海有事 这个你台湾至少要乘一周嘛 对吧 起码要乘一周 对 不过现在这个整个自空自海 自电池的这个整个作战 对 现在可能不是说一周 一周七天嘛 对 可能七个小时之内都结束 对 就是说根本不要一天了 因为飞弹飞过来 不要十分钟 对 那你就 就是按钮要一次按多少 多少个按钮嘛 你一次按钮500发 500发这个火箭弹 跟这个飞弹一起过来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爱国者 航空爱国者拦截导弹 就会用光 第一波的我们整个拦截系统 航空拦截系统就用光了 用光以后再用什么呢 美国最近卖的我们这些 所谓的飞弹基本上是什么 都是打这个低空的 四五公里的这种直升机 跟什么地面的坦克 不管你是这个好 这个是次针飞弹也好 还是这个 最近要卖给我们的 又要卖1500万 基本上都是反坦克飞弹 那反坦克飞弹 能够打个五公里就不错了 那你这个 你这个防空导弹的话 你700枚打完以后 不晓得还像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什么 天宫啊什么 这些数目不详 那如果第一波打完 他要打下500枚的话 那他第二波过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飞弹可以打了 没有飞弹可以打的话 事实上的话 再一波的话 我们的机场啊 什么机场都被摧毁掉 没有错 这个现在的战争形态 跟过去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机点 美舰队发表声明 告诉大家 有没有 我们的飞弹驱逐舰来了 对台湾人民难免会想 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刻 那时候你怎么不能提前一点来呢 这叫例行性的通过 当然纪大使讲的没有错 这个每个月来一次 但是不能早一点吗 那另一头 最近五角大厦外泄的机密 暴露了很多内容 都跟两岸有关 包括什么 就第一个 台湾的空防很薄弱 不足以抵御共军的空袭 这个好像也是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像这个 他说美国的情报单位 是否有能力 预先侦查到共军即将犯台 也引发质疑 这个我倒是吓一跳 台湾的空防 不足以抵御共军的空袭 好像大家都知道 双方的实力不对等 这确实是如此 但是美国情报单位 有没有能力 预先侦查到 共军即将犯台 这只是一个讯息的侦查 美国内部都感到没有信心 因为这个 中国大陆第一波导弹来 或者说第一波这个所谓的火箭弹的话 它的机动性非常高 它曾从发射到准备发射到发射 可能就差不多15分钟吧 15分钟你怎么察觉 那飞过来不过10分钟 那它如果说打的 比如说东风17的话 射程500公里 对但我们台湾都是接收美国的情报 我说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 提前这个知道的话 我们台湾也不可能获得通知 不可能你就知道也没办法 我就觉得知道也没办法 现在问题就知道也没办法 而且知道我们的政府也不会告诉我们 知道也不会告诉我们 问题它第一波打了 第一波我们就 我们现在我们的爱国者三 二国二这种更新的提升 二国三不到700枚 700枚你1.7枚可以拦截一枚 所以大陆可能可能就是说 你的700枚全部打完 你能拦截到500枚的飞弹 或火箭弹就不错了 对而且就是说一个问题说 你到时候你要不要拦截 你不拦截的话 那飞弹就把你的 把你的飞弹打掉了 飞弹就把你的眼睛也打下了 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 所以你非打不可 大陆飞500个飞弹过来的话 你一定你打第一波打完就700枚就没有了 那第二波怎么办 火箭弹的话 大陆的这个PHL190 事实上射程300公里 它的这个是制导式的 也是也是北斗卫星在导航的 然后它的误差是10到15公尺 那也是很精准的打 那也是要打你这个 打你这个飞弹基地 你也躲不过 那就变成就是说 第一波即使你知道了 打过来了 那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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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上空拦截嘛 那你我们这边拦截的武器 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那就完全挨打 那完全挨打的话 那他就他就怎么讲呢 他就炸你的机场 把你的机场跑到 炸的一个洞一个洞 600架战斗机 起不来有什么用 BGM BGM